美国副总统拜登将于今天在成都四川大学演讲 香港明报引述成都维权组织六四天刚指出 近日至少有50多人因拜登到访而被带走或软禁 对于成都市的加强戒备措施 不少市民抱怨扰民 星期五晚新疆和田传出150多人疑似食物中毒 部分民众吃完晚饭后出现恶心呕吐等不良反应 至少已有11人死亡 中国国家海洋局北海分局证实 负责营运渤海彭莱油田的康菲石油公司承认 彭莱油田又发现了九处油污渗漏点 本周香港媒体主要关注中共副总理李克强防港 对于李的特殊身份 香港对其防港高度紧张 仅为措施空前严厉 甚至以粗暴方式对待示威抗议的学生 以及采访记者 香港苹果日报评论 李克强今次访问实在让人失望 新同仁辽泰电视整理报告